伊朗女子艾米尼之死 引爆了席捲各地的怒火 二十二號星期六這天 幾個歐洲大臣都有伊朗的僑民 上街抗議伊朗政府的殘忍鎮壓 在德國柏林上演了八萬人的抗爭 他們拿著伊朗國旗 還有標語胡口號 要求伊朗政府停止血腥鎮壓 異議人士 伊朗女子艾米尼 因為涉嫌違反投經法律 在拘留期間死亡 她的促使引發了伊朗 大規模的抗議浪潮 是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以來 伊朗領導階層面臨最嚴重的危機之一 但當局大規模抓捕對付反對人士 並將整起的事件 歸咎於外國勢力的挑撥離間